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8日 星期三 近期市的成交金額 都在緩步當中慢慢慢慢退縮 事實上由上星期四開始已經有這個情況 唯獨市沒有大大的顧額 況且即使是新經濟股份 有少少高抬的反覆 但傳統的藍醜做好 友邦更加創了上市的新高 匯恐都咬著40元左右的水平 平保亦升近90元 換句話 資金很明顯是由新經濟股 開始漸漸漸入傳統經濟股 11月份當然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指數暫時是由2日的低位24232 升到18日暫時的高位26618 即今個月的報復已經到2386點 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20天線今日成功突破250天線 即恒指10天和20天線都走在250天線上 這情況只是表示一件事 就是由9月25日的低位23124點 開動上升 很大機會已經發展成為新一輪的中期升浪 況且10月份是一個上升月份 11月如果能夠維持這個形態 因為市場就連升兩個月了